欢迎收睇新一集的PCM Gadget Live 刚才我和大家直播了关于CSL的5G发布会的内容 亦都让他们讲解了有关5G的应用 一些服务和收费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新的Live 其实是说些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今期的PCM的雜誌 做了一个关于视像会议全方位升级的题目 发觉原来很多读者都对视像会议是很有兴趣的 想知道究竟有什么器材可以帮补到 令视像会议的质素、画质或声音方面 可以有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今天都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 我们用Cisco WebEx做一个视像会议 在会议的另一方 就有我们的主编Lawrence 我们交给Lawrence和大家介绍一下 好 大家见不见到我? 见到 现在出了街大家应该会见到 今天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 Android也说过 今期我们PCM的雜誌 这些视像会议会议 就说了视像会议的题目 也有几多读者问 因为其实我们里面介绍了 就是由电脑产品 Webcam 甚至乎很多Lighting 即是补光的产品 有人会问 其实那个效果是否真的 那么大分别呢 又或者是你怎么去做一个 好一点的视像会议呢 因为我们见到这几个星期 很多人 即无论是工作也好 或者吃小孩上台也好 那么他们每天做那个视像会议呢 其实都有几个不同的问题 而那些问题呢 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它那个 网络的网束 第二样东西就是 那个声音收音那方面 第三个问题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是那个画面的质素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究竟 比如我家里 你看到我后面的背景 很漂亮的一幅画 ok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 你没有一个比较私人的地方 或者其实你的背景 你的家里是比较乱的 又或者可能家里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你后面走来走去 你怎样去 不要令到你家里的环境入镜呢 那么这几个问题呢 其实经常都会有人问的 甚至乎其实在视像会议 如果你是处理到这几个问题呢 基本上呢 整个视像圈的流程 整个运作呢 就会畅信很多 就是无论你自己也好 又或者是对方 看你开会也好 都会舒服很多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用一个实践的形式 去跟大家去讲一下 比如我自己接触不同的一些装置的时候 用在视像会议里面 究竟那个效果呢 会有些什么的分别 就是这样 首先讲讲 就是网络 或者网络 很多人家里都有他们的观频 或者用网络 有很多人都会问的 其实我家里也有网络 可能我家里用100粒 或者1000粒 究竟视像会议100粒 或者用多少重度够不够呢 其实视像会议 那个网络 是否顺畅呢 其实除了看你 就是用那条宽频线 是有多少之外呢 其实最大影响 反而是你家里的那个WiFi 或者那个网络 当然如果最理想的话 我们都会推荐大家 是用上有线的一些 原因就是说 你在视像会议的过程里面 就比较少其他装置的干扰或者影响 比如可能你做了视像会议 但原来又有人可能 在客厅外面打电话 或者用了手机上网 在YouTube的 那样 其实对你那个 你自己视像会议 那部电脑 或者那部手机 那个频观的影响 是会比较大的 那有些路由器 是可以设定某一个 什么adress的装置 去固定它的频观 但是很多时候 设定上面 未必很多人会 懂得去这样搞 或者是很多时候 它会有可能有不同的人 在不同时间去上网 或者去做视像会议 比如可能 你自己用的一部电脑 但原来可能 你小孩 他会用iCAD 去开视像会议 那很多时候 如果你每一部电脑 都关掉了 那部电脑 都给你电脑 那部电脑 都是在分享电脑 那其实 那个分别 就未必很大 所以有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 你用一个 好一点点的路由器 如果你说 我推荐什么呢 那这个 就是华锡这一个 就是华锡这一个 send wifi 那比较推荐的 就是它会有 AC3000和AC6600 两个bandwidth 那两个分别就是 AC3000那个 是802.1ac的 那新一只 ac6600 就是wifi6 那为什么推荐这个呢 因为其实 它是可以 就是 当你在坊间买的时候 可以是一只 或者一套 就是两只 这样买 两只的时候 就可以行到match wifi match wifi 如果这两只加上 大概可以 cover到千尺的空间 那为什么推荐这个 而和市面上 其他match wifi 的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华锡的好处 就是说 它每一只wifi后面 其实大家会看到 就是 它都会齐齐 就是独立一个 bouter功能 就是有 有ran 有lan 就是如果你 fork 这个match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用有线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 房和房间 中间 是已经拉了线 你其实是可以用 有线的方式 行match wifi 那这个会更加稳定 如果没有线的话 就可以用wifi的方式 行match wifi 又或者是说 咦不是啊 将来可能我会搬屋 或者我会拆两条 官邦线 那你这两件装置呢 你又可以独立拆开 两个独立的router 因为到时你就不用说 我去换换另一条router 那它的弹性比较大 第二件事就是说 这个wifi 这个match wifi 这个router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很多match wifi的router 很多时候它都是有六支天线的 特别是wifi录的情况 可能有些去到六支八支天线 那比较难摆一些 譬如那些天线全部摆出来 那就比较难摆 那这个呢 它的六支天线就收藏了 在这个装置的警告 这个位置 那摆上来呢 就一来比较美观 第二就是你不会说 因为那个天线 我又不可以 踩在一些 有柜里面 那这个呢 就可以放在一些 组合柜子的中间 那样 也都不会影响 那个摆位 那摆起上来呢 就会比较难 那当然 如果你说 我现在买的时候 会不会是 直接上wifi录呢 就算 我家里 或者我现在用的手团 上无wifi录的装置的时候 直上wifi录的组合会不会 那 那 如果你看回規格 其实如果是 那个组合是ac6600 这一只wifi录的时候呢 就算你不是在走wifi6 就是你在走wifi5的装置呢 它在5G 的频谱那里 它5G2 都会做到德国的装置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802.1ac 就是wifi5的装置 在ac6600 这一只组合 下面走的 拿的频道 都会多倍 那所以就说 如果你多装置的时候 用wifi6的组合 是会比较有保证的一些 那 设计 这个组合 其实设计 都不算太复杂的 如果按回官方的说法 即是除了你可以打IP 进去 包括设计 之外 你可以下车 一个WhatsApp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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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如果他搜索到你有两个WhatsApp 的时候 就会问你 是否用AI Mesh模式 如果是的话 你选择Yes 那他就会把两个Mesh 自己做一个名字 基本上三个步骤 就可以做完 那就不会太复杂 或者太难设计 最主要就是 你决定摆位 因为我自己 一些经验就是 当你第一次设计的时候 其实你 那两只WhatsApp 就最好放近一点点 让它方便 它容易去搜索 就不要放太多 当你设计完之后 你第二只WhatsApp 你就可以放在一个 你觉得需要的一些 一些角位 这样的情况 就方便到你 譬如一些远一点的 或者美房 都会收到 可以用这种方法 那这个就是 路线的一些选择 是可以的 另外呢 其实如果你解决到 这个 行欢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很多时候 就是那个 镜头的问题 镜头的问题 现在大家看到 我正在用视像会议 那其实我现在是用 一个外置的USB镜 可能 可能 出回应告 是的 都不用 同事也不用 出回应告 我先说了 是的 我想试试 现在我是用 当然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 Webcam 但是也有人会问 其实很多时候 我买了一部 里面 都会有Webcam 我需不需要浪费 去买过一只Webcam 其实你真的要试 有些图片里面 内置Webcam 的质素 不差 其实是OK的 但如果你 不是 我搞也好 可能 那个Webcam 那个质素 可能 出到来 面鱼死灰 或者是很焦 那样 那其实你是可以 考虑 换个Webcam 那现在我用 这一只呢 就是华设的 ROGI 那这一个呢 其实它本身呢 就是给 电竞去用的 因为其实 华设自己本身 ROG的Notebook 就是电竞的Notebook 很多时候 它是没有 内置到Webcam 那所以呢 它就出了一个Webcam 那叫做ROGI 去给这些Notebook 去用 但是除了说 打电竞的时候 可以跟 队友去沟通之外 其实一般 我们做视像会议 都可以用到的 这个Webcam 那现在我就示范一下 用这个Webcam 和电脑内置 那个Webcam 的分别 那现在我们 我去 Webdesk 那个setting 有没有声音 有没有声音 对了 那现在就在 内置Webcam 听声音 我可以打听分别 继续讲 继续讲 是内置变得 那现在有个分别 就是那个 流畅度 都会变得 在内置 那就是 就是 那个 画面的 方法 其实 都会有 几大 的分别 那 那 那 我去画面 你会看到整个画面 很高重 流轻轻重 流轻重 流轻到高重 所以 你就可以试一试 你自己用 那个 Grabcam 它的质素 正好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保管 你可以借了 好 好 那 为什么 我刚才说 我转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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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那 因为 Grabcam 很多时候 我们 其实 你会听我 现在 我们 都很大 可以 那 那 但我想聽對方 聽大家說話 聽到精彩的時候 我也會聽到政府發言 就不會聽到精彩 這一個就是關於鏡頭的分別 鏡頭的分別之外 究竟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令到它玩得更好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鏡頭上面 你可以做到鏡頭 很多時候現在看這個畫面 其實是普通的黑暗 是黃光來的 出來的那個畫面 很多時候就會有機會偏黃 或者是黑暗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曝光的效果 如果我用這個曝光燈 你可以看看你家裡 會不會有什麼現成的器材 如果真的沒有你才會賣過 但是如果有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看你自己的曝光燈 可以不可以 在這個時候可能要同事幫我轉一轉 YN講個鏡頭 是的 裡面的同事 好 聽不聽到我的聲音嗎 現在裡面 好 一轉一你看到我其實有很多的器材在這裏 那麥克風 那麥克風 麥克風來講 其實有幾種方法 首先就是我自己就會用一個像這些 你會見到剛才我上面就是華碩的那個ROG那個麥克風 就是ROG ICE 所以我就會外面買一個自拍棍或者三腳架 那前面就會加一個 其實今期書裡面我們都有說的 這些是一些有充電功能的一些曝光燈 那麥克風的設計就是給一些手機 例如出街拍攝的時候我們就用了 這樣 那麥克風的時候你就可以補光 還有可以調光暗去調節 那麥克風的擺放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我拍攝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那個面色會相對好一些 但是這雷克風的效果有一個 其實它是比較集中 就是你會看到我的臉 譬如一些受光的位置會很爆 看不看得到呢 大家其實都會看到 白色的位置其實受光受到很重要 但是旁邊就不夠雲巡的 那麽原因就是它那個油光罩 就是這塊油光罩做得不夠闊 當然你可以買再大一點 或者油光罩再強一些的燈 那麽好像這一類燈的時候 那麽怎樣處置呢 那麽我自己都試過呢 譬如可以把一張紙巾 放在裏面 加一加它 令到它那個光沒有那麽集中 那麽效果就會好一點的 因爲你會見到呢 譬如這一類燈呢 其實那個 每一點的LED 其實你都會看到很清楚 其實它射出來的光 是會比較集中一些的 那麽效果呢 會幫到你去補光 但是那個 出來的那個質素呢 未必是最完美的 但是那個好處就是這一類燈是賣的 一般可能是說的 二百多塊 或者三四百塊 其實已經 都很多選擇的了 那麽這類燈呢 就是一些比較便宜的選擇 那麽有時候 如果我們出去也會買一些好一點的 大家可以轉換去我大頭的攝影機 大頭攝影機 可以嗎? 接下來 我等著你 好,可以嗎? 看不看得到我? 看得到 大家出街看得到我了 大家 你會看到,譬如我用這個 剛才那支直射的燈 現在是光的 這個是最暗的,這個是最暗的效果 扭光它 一來就很爆 大家看到我爆了 那個樣子 二來,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著鏡頭,其實我什麼都看不到 原因就是我已經慢了 我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通常都要補光 剛剛補一補到的效果 其實 這個是補了 這個是沒有補的 是不是差很遠 沒有補光和有補光的情況 就算是你的補光 多漂亮也好 其實補少少光 已經的效果 是差很遠的 多不多人看 好了 那除了這支之外 會不會有些燈 可以投資買了之後 即是視像會議可以用 或者將來我們拍其他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用 那我都會介紹一個 這一個叫 J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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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le 這支燈是比較特別的 你要去Apple Store才能買 買得到 就是外面街 就不是這麼多零集 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已經講完了 四四方方 很簡約的 好處它有什麼呢 其實它有幾個位置 都有一些 你可以 把攝影器材 在相機上面 做相機或者DV的 補光燈 第二樣東西呢 其實它都是一個 三房的設計 如果你說 我是配 高普落海的時候 這支燈呢 你是可以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說 如果你是想 你是有一些 無線充電 那這個呢 它是有無線充電的 充電板 那這個呢 如果你在流動 或者外面用 這個呢 就相當之好的了 但是你說做視像會議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亮一亮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呢 就是視像會議 那個 即它燈亮了就是這樣 那如果做視像會議來說 你看著自己 因為它有一千五百流平 其實就很光 那如果你看著自己的時候呢 那它登機呢 就會有一個 油光罩給你加下去 那加了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柔和一些 那但是呢 其實都是很光的 就是我會建議 它現在有幾個不同的光度呢 基本上我就用最暗的那個呢 就OK了 那它呢 在這個機身上面呢 就有兩顆小 一顆就調光 一顆就調暗 那就很簡單 你就可以調到幾級的光度了 那如果你是在視像會議的時候呢 你就選最暗的那個 再加上一個油光罩 那就可以這樣用 那但是始終這類的燈呢 都是因為那個燈的 那個射程呢 都是比較集中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是 如果直射的時候呢 其實都會是你面子的輪郭呢 集中在某些位置 那但是如果你說 啊我純粹想補一補而已 我又不想專程搞到很專業的 那這一類呢 都可以考慮 如果你是經常出街拍攝呢 可以投資到這一類的 那兩邊都可以見 是啊 好啦 那如果你說 我真的要做視像會 整天做什麼 或者我是 跟一些跨國公司的CEO開會 我真的不想失禮人的 那有什麼好的方法呢 那一支再好一點的燈 那我就呢 我要拿一拿 那這支呢 那這一支呢 就是 啊 啊 那這支是我們 就是在市面上找到 比較上是 專門針對視像會議 或者是一些 video的blogger呢 他們拍直播的時候呢 用的like 是燈來的 最大分別就是說 你會見到這支燈呢 它的油光罩呢 是做得很好 基本上你是見不到 像剛才我們 之前那兩支燈呢 一粒粒的LED 但是其實它裡面呢 是會有80粒的LED在裡面 有40粒黃光啦 40粒白光啦 那你就可以透過軟件呢 去調教那個色溫 你可以不停把它變成一個色溫 去調一個正確的色溫 但是我現在呢 就沒有調的 基本上我現在用一個標準的 video的色溫 那你會見到呢 它的光呢 就算我看著它也好 是會比較柔和的 我可以試一下 我先關掉我這一支 是的 那再用這一支 基本上呢 你會看到呢 譬如打燈的時候呢 不會太容易 你會見到 那些很白的位置 放一點點 因為這支燈 是的 那你會見到那個光呢 就會比較柔和很多 還有就 雲巡很多的 譬如面的兩邊呢 都會受到光 我不會說 我只有中間的鼻涼 這個人都爆了 我旁邊的 那它會比較雲巡一點 第二件事 就是說如果我放近 在網路鏡頭的前面 就是放近它 那都不會說 就是我長期看著它 不會說太辛苦 因為它沒有一顆LED照著我 那變成在我自己來講呢 都會舒服很多的 譬如在做視像會議 或者做Vido 當然你說要這一種燈呢 要做得很好的效果 或者我真是一個比較專業的Vido 產品怎麼做呢 最好就賣兩支 兩支的時候呢 就左右這樣打起來 就完美了 那當然錢也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燈 都屬於比較貴的一個燈 那市面上呢 是1,560元 一比起剛才我們講的 那些200多元 或者Joby這個 600多元 其實價錢會比較貴 但是如果你說 你是一個很需要 一個很質素的視像會議 又或者是你做一個VidoBlocker 我覺得這一類 可能比較貴一點的燈 其實都值得投資的 因為對你出來的那個畫質 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在這裡 讓你看得到的 也都是對方看得到的 所以這個都比較好用的 而這個功率都是可以調較高度 比如說我坐桌子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拉那麼高 但是如果我坐地拉高一點的時候 也都可以坐 那這個呢 就是專門是給視像會議用的 當然市面上也都有很多 可能你去一些摺影器材的店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油光燈 給你去選擇 但是那一類油光燈 那個體積就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就沒有這個那麼細枝的 那它們的直徑會大一些 但是那個價錢來說 可能那一類都會 那些會比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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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沒有這一支 整個包裝做得那麼好 即是那個體積不會很大 也都有一條較高低的 腳座跟上去給你 那這個你可以考慮一下 好了 那講完燈方面呢 其實都會講一個 因為很多人在麥克風上面 都是會出事的 出事的一個位置 原因就是我們發現很多人 用視像會議呢 就是用回這個電腦 或者是手機或者是平白電腦 那個內置麥克風 那個內置麥克風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不是麥克風的本身質素問題 而是那個麥克風很多時候 在收音的時候 收到你的房間裡面的其他聲音 收到其他聲音 可能你家裡沒有人的時候 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對方聽出來 你的聲音就會變得很空洞 可能它有回音 或者是聽不清楚你說什麼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就是用回一個比較接觸的 近一點的麥克風 譬如好像現在這一類手機 是有了一支麥克風的手機 那就方便利用一些 但是如果有時候你說 不是喔 因為這一類麥克風的不好處 就是它有條線在那裡 那條線一般的距離不是很長 很多時候都是一麥克風或者一麥克風 那條線 那你變成你要坐定定在那裡做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開會 其實呢 雖然說大家是Home Office 或者是大家不是見面 這樣在視像會議 但是有些人會是公司和公司開會的 如果公司和公司開會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或者可能你做提示的時候 你會是走回那個電子白板 或者是在那個WayFord上面寫一下東西的時候 你會有機會離開你的座位 那有線麥克風的時候 就未必很方便 那我用其他麥克風可以嗎 譬如我用iPad 我用AirPod就可以了 其實我個人就不太推薦用藍牙耳機的麥克風 原因就是你聽可能沒什麼問題 但對方聽你的聲音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那類藍牙耳機的收音麥克風 其實質素不是太好的 而且在視像會議上面走 它那個延避的時間線其實都很明顯的 因為本身你藍牙也有一些時間線 再經過視像會議的時候 那個時間線的嚴重性都很重要 很多時候都會折 所以在一些比較重要的視像會議的時候 我就推薦用那一類麥克風的 那如果我要無線的時候怎麼做呢 其實坊間都會有很多無線麥克風 譬如我們平時拍攝用的 會有一些2.4的無線麥克風 那譬如好像這個Wordy的Wireless Go 那這個也是比較出名的一個無線麥克風 那它的裝置就是一個是麥克風 你夾在自己身上 另外一個就是接收器 有一個螢幕的就是微線麥克風 那微線麥克風就是 出回3.5mm 去你的電腦或者你的平板 那如果你是手機的時候怎麼用呢 如果你是用iPhone或者Android手機 你就用回這個3.5mm 但是好了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要有一個留意的地方 因為很多時候買這些出3.5mm的麥克風的時候 很多時候出市位就是這裡 因為我們買這一類這樣的無線麥克風 這一種也好 或者是比較舊式那些 就是有條天線的無線麥克風也好 它很多時候跟那個3.5mm那條線給你的時候 就是這一種 我們叫TSR 就是三節的 一長兩短的耳桶頭 那這個呢 我們叫TSR 那很多時候它跟機的時候 就加一條電腦給你 就是兩邊頭都是一長兩短的 這一種頭 什麼用的呢 就是給你相機或者DV機用的 那如果你是插進去手機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收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手機這一種 3.5mm 又或者好像你電腦啊 或者是iPad那個耳桶頭 雖然都是3.5mm 但其實它在裡面來說呢 是四節頭的 我們叫做TSSR的 四節頭 四節頭就是這樣的 那個一長兩短的那個牆 中間是會再有一節 其實那一節就是一個咪的成功 那如果我們沒有換這條線 就是跟機 用回平時買回來的那些咪 或者我們簡單簡單 很多時候呢 出門街都會有這些 我們叫做蜜蜜蜜賣的 就是夾在這個蜜蜜口 另外這邊呢 就是一個蜜蜜頭 可能一百多元買過這些咪 回來就解決到那個問題呢 這個呢 都會是跟著這個 一長兩短的TSSR頭 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就要把它轉回做 做TSSR 四節頭 才可以用回電腦或者手機裡面 那就是這一隻 那如果我們好像剛才 Rondy這些 或者我們用很多拍戲 拍攝用的收音咪 我們就會另外買多一條線 就是三節頭 轉去四節頭的 這一隻 那大家留一留在外面 你可以去買回來的 TSR轉TSSR這條線 如果你沒有買這條線 你就這樣拆去一個3.5mm 就是用了一長兩短那邊 拆到3.5mm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有了咪的聲音 就是你拍完整條片 或者你整個視頻 做完的時候 原來對方是聽不到你說的 所以這個你就要特別留意了 如果你是用這一類的咪的時候 就換回這條線 或者是訂多一條這條線 那就再把四節頭那個 放回去 這個手機 或者是電腦上面 就去做這個 那有些人會問 我用電腦那些電競耳機 可以不可以啊 USB那些可以不可以啊 USB是OK的 但是當然你如果 你是買一個USB的電競耳機的時候 你就電腦用咪 如果你說不是我電腦又想用手機 又想用 USB就不是太適合了 因為手機就用到你那個USB的那個耳機的 你最好就是 我會建議你買個3.5那隻 電腦或者是手機平凡的都會有機會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買3.5mm的電競耳機 應該全部都會是四節頭的 因為它基本上全部都會有咪跟的 那你就是四節頭 又或者我真的不買啊 簡單單單用什麼方法 用回你手機跟機那個耳機 手機跟機那個耳機 全部都是四節頭有咪的 就是有手機的 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那個距離 因為手機那條線其實 有限定的距離 如果你用這些頭戴式的耳機 一來視乎一點 第二樣東西 頭戴式耳機 就比較 旁邊沒有那麼多雜聲 就是旁邊有人說話 或者你很吵 就不會影響到別人對方 而戴手機就說 做視像會議有個好處 就是你會比較容易投入到會議裡的 一來就是你不怕你家裡 或者你的環境 很多雜音影響到你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譬如你跟對方說一些比較 公事啊 或者比較私人一些 就是你不想家人 其他人聽到很多 數字很敏感啊 或者其他內容 你是公司 或者你被老闆罵 你不想被人知道的嘛 那你戴上手機 那你聽到啦 那你就不怕家人很尷尬 或者聽到其他東西啊 或者有些東西 你不想被人聽到的 那戴上手機 就會方便很多了 好 那這個就是咪啦 聲音 咪我們講過啦 光我們講過啦 Webcam講過啦 大致上呢 如果你想做一個好的視像會議呢 基本上呢 就差不多了啦 因為你搞定了聲音 搞定了樣子 那你的視像會議 無論你用任何 就是Webcam Zoom 或者是其他的視像會議呢 都是這樣用的 就是你不會說 用到一個APP 都變得英俊了 不會的 最重要你配套到這些 但是有些人都會問我 其實電腦啊 或者其他東西 我會 在家裡我會有小孩子啊 我又不想給自己的電腦 他們去用一下 我買一部iPad給他們好不好呢 其實最近 這一個多月呢 是多了買一些平板電腦給一些小朋友 讓他們自己有他們的機器 去上網啊 去做功課啊 或者是做他們的視像會議的 那自己用著自己的那部機 就不要給小孩子搞了 因為萬一搞壞了呢 就不要去查 但是我會推薦 當然iPad是一個不錯的裝置啦 但是除了iPad之外呢 因為有些學校呢 其實他同一時間 他都會要求那些小孩子 上他的學校的網站 或者一些電子教材的網站 去做功課啊 或者做一些電子書的閱讀的 那在那些網站上面呢 iPad是一個很好的裝置呢 不是百分之一百 原因就是因為有很多的網頁啦 譬如我自己也看到有些小孩子 他們用那些學校的網站 或者電子書的網頁呢 仍然是用一些flash的去寫的 那用電腦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還有就是說 在文字輸入上面 那有個鍵盤來說呢 就打字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另外有些情況是 譬如你要用work啊 用來銷售啊 那些呢 或者是現在的小孩子 他們都要用powercon 去做一些presentation啊 公佈啊這樣 那用回電腦呢 就比較上是方便他們操作的 那在電腦上面呢 有什麼機可以推薦呢 同時可不可以去回wide angle 去索給我呢 是的 轉一轉 因為呢 我要拔一拔這部機給大家看 好 都有一部 哈哈哈哈 那呢 我現在 為什麼會示範這部呢 你們就示範一下 是 去了wide angle OK 這部機呢 就是 Peter的Napper 這部機呢 我們想推薦為什麼呢 原因是價錢 就是如果你去阿成哥那個電器鎖店 找這部機呢 2690 那我想你市面上都 如果有一部新的notebook呢 都很少有這個這麼便宜的價錢 2690這個價錢 基本上 是的 那這部機呢 就有了電腦的 譬如 釋了 是的 這個八項 好 這樣 這部機呢 它是12.5吋的 LCD的屏幕 是IPS panel的 那我覺得呢 這個機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首先這部機不厚的 其實很薄的 第二就是全金屬機身 就是底面是金屬的 第三就是它那個螢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給小孩子用 那些電腦呢 如果你想買一些很便宜的notebook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它那個螢幕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用TN螢幕 TN螢幕就是那個 那個對比度很足 很多時候你會看得很辛苦 還有有時候要控到很近 去看才會看得清楚 就是你會 總而言之你感覺上 那個螢幕看來看都好像很忙 那長時間看就不是很舒服的 那它這一個是一個IPS的 一個有百搭比一對比度的 其實它比起很多貴價的電腦 那個螢幕呢 那個螢幕呢 那個質素呢 不會有很大分別 甚至乎其實比很多中價機的螢幕更好 那個螢幕的質素是相當好的 那當然其他硬件當然會適合 190這個價錢 那它是用Sherdeon的N4000 4GB RAM SSD也有26GB 那用量是夠用的 那RAM和CPU呢 如果你說你小孩子 可能會上網 做一些網上的功課 甚至乎你見我現在開 Web Desktop視像會議 都OK的 就是不會說不夠力的 那當然你不要說 拿來打一些很大食的遊戲 或者我看YouTube要開個 開個4K 或者開一些很高清1080 60的影片去看 你會比較辛苦 那這個版本呢 就會差一點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一個中階版 即貴一點的中階版 那它好像有 有i3的 有i5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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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看價錢 我覺得2690是OK的 如果你去成哥那裡找一找 是的 那這部機局最底的地方 剛才除了我講的 就是那個config 設計 或者這個存量上面 第一件事就是它這個2690的價錢 其實它裡面是包了office的 Microsoft Office 365 就個人版一年 那如果你是買一年 其實都不花幾百 那它就 你買回去 穿了機 那你就可以用一年那個office 那很多人可以開一個outlook 或者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學生的時候 基本上 學校都可能已經有一個 學校的Microsoft帳號 的了 那你 錄音那個帳號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office 那其實你抵回那個office 都去了基格的以前 那個性格比相當高 就是現在給學生用 當然你說 我大人用得不可以呢 那這樣 沒問題 也挺帥的 就是上班上學都可以 那當然你做一些文書的工作 其實都可以的 那只要你不是說 我要做一些很重的 剪片 那些不複雜的東西 簡單簡單用 這部機 我想比起iPad來講 它可能 很多人會比較容易用很多 都不定 好了 那講到電腦解決了 就是有些便宜的機格 推薦給大家 最後做一件事 就是 假如你的家裡 那個環境 很混亂 不是太妥的時候 怎麼搞呢 有一個方法 好了 同事幫我拉拉 很多人都說這麼誇張 我們會拉起來 那這些綠幕 就很簡單 其實好像 你在街上見到很多 一些拉架 那樣 其實不用的時候 收起來一次 用的時候 拉起來 那這隻綠幕呢 都是 Elcato出的 就是跟那個 剛剛我們介紹的 那個主播用的 LED燈 同一個系列 都是一個主播 Viddle Blocker用的系列 那這個綠幕和外面的 Eligar有什麼分別呢 最初我都說 就是我百多元 出去訂一個 Eligar一樣 做到公共之妙 最重要的是 我背後的東西 不要進鏡 不要讓人看到 我後面有多亂 那一般Eligar 就是 可能 八多元 就是一塊的 那這一隻呢 分別了什麼呢 第一 它的寬度 那寬度 如果你說 我的鏡頭 其實一般的視像會議 基本上 都會全部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說 這一隻呢 其實它是布料來的 布料的好處呢 就是 它會沒有那麼反光 那如果你說 我就這樣出的路 我基本上 都會遮蓋後面 那但是其實 如果你配合一些視像會議 好像Webdesk 或者Zoom 那你都可以選一個 背景畫面 你可以貼一些 背景畫面上去 用了錄幕之後 再貼到背景畫面上去 你那個邊位 就是 不會那麼鬆的 還有 不會太過 不會太過 差的 這樣 所以呢 你們都可以 用這個 錄幕呢 去幫幫忙 如果你說 我不用錄幕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 如果你的環境 是可以掛到一塊布呢 你出去 IKEA 買一塊窗簾布那些 那些 掛在後面 都可以做到 不會讓你的 背景 出街 那麼混亂的 好了 那麼 這個錄幕 就解決了 還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 如果想去 值得去投資 做視像會議的時候 都可以去做的 你會看到我旁邊都有一隻螢幕 很多時候我們做視像會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是一個全螢幕 好像現在我的做法呢 我現在都會是全螢幕去開 你會看到整個畫面去做視像會議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要開會的時候 尤其是 小孩子可能 視像會議都可以 但是我們大人 開公司的會議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 旁邊可能會有一些 Excel 或者會有一些網頁 我們要看 我們怎樣去拉這個畫面出來呢 那其實 視像會議已經佔了你整個畫面 還有很多時候你是會 將你的畫面 present出去給別人看 但是你有些事情 你又不想給別人看的時候 那你怎樣做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可以把 那個畫面 譬如那個 那個 你現在用的那個blower 放出去給別人看 那自己呢 就會買一個 一個USB Type-C 這一類 便攜式的顯示器 那方便呢 我們呢 將它 電腦的畫面 放出去的 是啊 是啊 譬如好像這個 拿開一些 好東西先 譬如好像這個 華碩的 sense screen NB16 其實 我們很簡單 一條USB Type-C 插過去 的時候 你基本上 你不用給電的了 是啊 好 那我們選擇畫面 好 我們先按一下 好 那 我們先按一下 這個線 應該可以 先按一下 這條線 可能可以 我用回去按一下 基本上你是一個 Tip-C的機器,基本上空置也沒問題 我先拆回FORO 拆回FORO,那就安全了 好了,那你很快就立刻看到有個畫面 就算我在這裡做一個視像會議也好 開個視像會議 你會見到我做一個視像會議 譬如我在旁邊開個 FORO 我在旁邊上網,我看其他東西是沒問題的 方便我做其他東西,但又會影響視像會議 這個就是我們加多一個USB螢幕的好處 剛剛有人問,究竟那個幕 要拉攪什麼分別呢 我試一試給大家看一看 可以走去靠近一點,我想拍那個幕的後面 後面,是的 要小心小心,我現在戴著咪 這個幕呢,有個好處就是 它跟二拉架的分別 最大分別就是這隻幕的背部是佈身 第二就是它這隻幕是有個油壓地 在後面,你會見到它背部的支撐 是一個交叉型的支撐 我們拉出來和拉進去的時候 是很簡單,是一個油壓的方式 你一拉或者一推,其實它就會升降 但是二拉架呢,便宜了二拉架 你外面就不是這樣的,你拉高完之後 你再有一支很長的鋁通 你要強行死撐,撐起來 是的,我們拉起來 基本上你不用怎麼用力的 他就會固定在這個高度 他一拉就可以了 那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缺力一點 因為二拉架呢,其實 都很難撐 Top 就是我們自己開過二拉架也知道 開了一次鋁通之後 你要扯得很癢的,才拉 才撐得起它 不然呢,很容易倒塌 或者是重拔下來 這個的鋁架呢 就会比较方便一些你去开山 这样用 不会太费力的 好了 都很全面 甚至乎有些是我们书都没有讲的 如果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这一条设计的下面 我看完之后我会亲自回答大家 希望大家日后做视像会议的时候 刚才我所说的东西可以帮到你们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主持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 其实下个星期我们都录做会有新的GJ Live 大家密切留意 拜拜